炎炎夏日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 虽然崇哥我已经超龄了 可是我真的很怀念上学时候的暑期 那真的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决定让你回家待两个月 回想小的时候 一到放暑假 各大电视台就会轮播一些 最适合孩子们的影视剧 不论是爱情 喜剧 还是武侠 各种题材应有尽有 我们又可以开工了 在这暑期到来的时刻 崇哥就来带大家盘点盘点 那些年暑假重播率最高的十大影视剧 绝对能帮你唤起童年的记忆 首先出场的必须是我们童年的 王炸影视剧 西游记 剧不完全统计 西游记在全国各大卫视的重播次数 超过了四千次了 小的时候一听到西游记的片头曲 就知道要放暑假了 西游记的剧情 相信大家都可以全文背诵了 剧中有很多有名的段子名言 也成了如今的网络流行语 因为重播的次数太多 西游记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梗出圈 比如二一年保佑大家一起一夜暴风的金钱暴 还有可怕的女王 以及前两年被扒出来 对天对地 对唐僧的毒舌大佬猪八戒 最近我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离奇的热搜 唐僧怎么也没想到2024年会被网爆 还被戏称为唐僧的第82难 阿弥陀佛 我点击一句看了以后才知道原尾 原来是大家更怀念孙悟空的第一任师父 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对悟空关爱有加 不仅教他这个猴头怎么做人 还给他取了孙悟空这个名字 甚至清囊相授 把72遍绝技传授给了悟空 还教了悟空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可是反观唐僧 一路上基本上对悟空没有多少信任 悟空刚从五行山出来以后 就遇见了当年给他送桃子的小孩 现在已经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最近他正好遇到了山匪的喜结 悟空为了报当年的送桃子之恩 就帮他干掉了那些山匪 没想到唐僧居然觉得他在乱杀身 悟空的向他耐心解释 如果不杀了这些山匪 等他们走了以后 山匪还会回来报复老头一家的 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 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可是唐僧不想听他那么多解释 后来甚至还骗他戴上了紧箍咒控制他 再往后还有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唐僧的操作更是让人生气 没想到2024年唐僧居然被网爆了 不知道今年暑假以后 西游记忆会有什么心梗呢 第二位 新白娘子传奇 93年上映的新白 当时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新白娘子传奇 也在他上映后的十几年里 在各大地方电视台重播过 特别是暑期 他的音乐一响起 我的DNA都跟着在颤动 我好喜欢新白娘子传奇 播一遍开妙 看200多遍了吧大概 就一天能看八集 那时候就天天在播 因为白素贞是来自清晨山 所以四川卫视特别的钟爱这部剧 在2013年的时候 整个暑期两个月 四川卫视重播了四次 因为它太适合小朋友观看了 白素贞和小青的施法动作 再加上白白绿绿的法术特效 是多少小朋友梦寐以求的法术 如今都有人在模仿他们拍各种施法的段子 这部剧的剧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 白素贞为了报恩嫁给了许仙 演绎了一段荡际回肠的爱情故事 据说大部分的小伙伴 小时候都没有看出来许仙是夜童老师反串的 小时候看这部剧 重点都在看主角们 只记得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剧中的法海撤散他们俩的时候 真的气得我牙痒痒 后来电视台重播我又看了几次 突然发现许仙的姐夫 才是本剧的搞笑担当 第三位 环珠格格 阿娜大 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宇盒吗 一说到环珠格格 我就会想起湖南卫视 在2020年之前 环珠格格系列是每个暑假 必定登上湖南卫视 这部剧在暑期影响了几代人啊 真想拿一把运头 把你的眉头给运披 故事讲述的是 乾隆皇帝在大明湖畔风流 留下了一个女儿子薇 千辛万苦去北京寻爹的故事 好不容易到了北京 这皇后 却是近在眼前 远在天边 子薇和尔康的情话 当年有多少小朋友都斗背如流 山无冷 天地和 才该与君绝 当时有很多同学的笔记本 铅笔盒 都贴满了环珠格格的贴花 你很得意啊 因为之前的二十几年 重播的次数特别多 所以环珠格格也有很多 搞笑的名场面 被大家扒了出来 小的时候看子薇 她真是一个善良贤德的女孩 长大以后再看 她似乎有一点神婆的气质 最最经典的就是 在大雨中 子薇和帕窝的马儿讲话 还有容嬷嬷在小黑屋子里 用针扎子薇的画面 经久不衰的名场面 在2024年的今天 居然还被人用AI 做了各种搞笑视频 环珠格格给我们的表情包 提供的素材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虽然在第三部的时候 小燕子和子薇换人眼了 可是贡献的表情包 却一点都没少 当年环珠格格在暑假 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快乐了 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第四位 武林外传 作为资深的辅竹 崇哥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剧了 了解崇哥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我的视频里 你随处都可以看到 武林外传的声音 实在是令人 06年武林外传上映的时候 是元旦到寒假期间 一举拿下了当时的收视冠军 因为这部剧不仅笑料百出 而且还汇聚了全国各地各种方言 再加上笑料百出的剧本 以及正能量的引导 非常的适合孩子们的暑期 想当年我就是看到了 扬州来的护士娘 她说了一口流利的蓝金话 真的把我笑得人羊马翻 据不完全统计 她在云南 江苏 上海东方 四川 贵州等等地方台 都有重播过 《武林外传》中 每一个主角的演技都非常好 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每一个角色都给我们贡献了各种名场面 童相遇的碎碎念 秀才的紫约 大嘴的我姑父 小郭的排山倒海 无双的放着我来 老白的点穴手 老型的青娘嘞 小六的七舅老爷 还有吐槽加班的王豆豆 小郭的模仿秀 《武林外传》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心灵慰藉 在学习和工作不顺心的时候 听到了剧中的一些台词 真的可以打开心理的郁节 我个人甚至有一段时间工作不顺利 晚上都要听着《武林外传》的声音睡觉 对童福客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小声嗶嗶 还记得当年小郭砸坏了童福客栈 他要给童香玉打工二十年缓债 童香玉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二十年快点恨 谈止你回家 现在已经十八年了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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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位 少年包青天 少包系列也属于当年的大爆存在 因为它是少年系列 剧情当然更适合学生了 少年包青天一共有三部曲 第一部的周杰 第二部的陆毅 再到第三部的邓超 每一部都在暑期重播过很多次 在下包长 小声认为它是古装版的名侦探柯南 有很多恐怖的案件 而且剧中还原创了一段 至今都让背脊发凉的恐怖音乐 虽然剧中有很多恐怖的案件 但也有我们科普完的甜蜜CP 比如包黑炭和楚楚 我只是想借你的肩膀幽一下 庞飞燕和公孙策 男生女相 开一眼也想吐啊 哼 你敢说我难看 第二部又换成了小蜻蜓 这个包黑它也想跑 第三部又换成了小蛮和小风筝 我喜欢 帅鸣 真就是铁打的包枕和公孙策 流水线般的女主角 无济之谈 每次一听到绍包的主题曲响起 就让我回想起当年的暑假 接下来登场的第六位 王子变青蛙 这部剧真的是我切身体会过的重播 特别是安徽卫视 我感觉它一个白天至少能放五集 一个礼拜不到这部剧就放完了 然后 它又再重新播一遍 这种孤单绝望的痛苦 是你说一百句的道歉都没有办法弥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一个暑假至少看了三遍 这部剧中的男主角单君浩 可真是霸道总裁的鼻祖了 他的霸道出场画面 是后来很多晚辈想学都学不来的 单君浩 这部剧讲述的就是霸道总裁失忆以后 来到小渔村 结识了可爱的女主角叶天瑜 这部剧也算是当年才有剧的标杆了 往后很多偶像剧 都在学这部剧的套路 后来这部剧还被翻拍了很多版本 我们熟知的秋泽和唐妍 主演的爱情睡醒了 也是翻拍自王子变青蛙 你永远是我心里的王主 他真的是我们童年偶像剧的启蒙 回想剧中单君浩和叶天瑜 在魔鬼草原的黑洞中 喜结良缘的剧情 当年让多少人看得一脸一母笑 好烂的动法花主意哦 多给我一切甜的 第七位 放羊的星星 听到这音乐 机器各大都起来了 当年各大电视台 播了那么多台偶剧 能和王子变青蛙对打的 也只有这部放羊的星星了 我为什么对这部剧印象特别深 因为当时暑假有好多台在播 而且他们还在同一时间播 我从一个台看了两集 再转到另外一个台 剧情就接不上了 那时候电视台对收视率太有自信了 几个台在同一时段播同一部剧 但是集数却不同步 林志颖饰演的仲天奇 绝对是粉色出演 因为剧中的仲天奇 她也是个赛车爱好者 很符合林志颖 剧中有很多热血的飙车飘移画面 都是林志颖亲自完成的 这部剧的女主角也很特别 她不像别的剧都是小白兔人设 本剧的女主角夏之心 曾经是个诈骗犯 经过了牢狱之后改邪归正 自己开始学习珠宝设计 不仅她的剧情正能量满满 而且她和男主仲天奇之间的爱情故事 也让我们哭笑不得 而这部剧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名场面 让我至今都难忘 就是仲天奇被困在了火场 夏之心对她不离不弃 他们两个生死相依的画面 当年骗走了多少小伙伴的眼泪 剧中还有两位二号角色 仲天骏和欧雅若 也是当年很多小伙伴们的一男平啊 虽然欧雅若干了很多坏事 但是她可怜的身世 又让人对她恨不起来 而男二号仲天骏 这个完美人设的存在 她到死都对欧雅若一片深情 她真的是多少女孩子们的梦中情人呢 我会把欧雅若的 我不会再让她受到委屈 第八位 风云 武侠剧那么多 为什么风云会在暑期党重播最多呢 你说的那个 他妈的猪肥汤该怎么煮啊 没错 因为她太适合小孩子了 剧中不仅有夸张的造型 华丽的武功特效 以及琳琅满目的法宝兵器 这些真的特别能抓住孩子们的眼球 当年看这部剧 谁不想拥有三分归元器 还有涅风的四十米大刀 这部剧还创造了一个梗王不经云 这十几年来被挖出了各种名场面 所以也是让这部剧经久不衰 我要你天天喊我的名字 我当天了 我当天了 而且当年各大电视台在播这部剧的时候 特别的豪爽 从早到晚能给你播个七八集 看得非常的爽 小时候看这些剧 只懂得欣赏里面的绝世武功 长大以后重温才发现 这部剧最牛的人物 还得是涅风贪念啊 现在大家都称呼风妈为 强者收割者 没有被风妈睡过的男人 不算是强者 学隐狂刀 涅人王 人王 再到后来的熊霸 熊霸 给了我女人的快乐 紧接着又做了绝无神的夫人 美人真是深知我心 最后又在破军和熊霸之间纠缠 还有我小时候看不懂的爱情故事 深爱着涅风的孔子 在嫁给秦霸的婚礼上 死在了不均匀的怀里 临死前他还呼唤着涅风 因为这部剧的造型都特别的夸张 所以很多小伙伴小的时候看 很少在意演员们的颜值 后来长大一些以后再重温才发现 前妻的一个小反派 段浪 他真的是帅得惊为天人 他不仅长得比两位主角好看 他穿的那件高领的蓝色毛衣 至今都不会过失有没有 还有超美的第二梦 因为脸上有一个别致的小刀疤 就一直说自己是最丑的人 明明很漂亮啊 让我难以忘怀的 还有那洗脑的过场神曲 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 永远是太昂贵的事业 第九位 加油儿女 加油儿女 它本身就是一部亲子向的情景喜剧 那寒暑假肯定是最适合播放的 在央视重播率最高的影视剧 除了西游记 我看也就是加油儿女了 我们是美丽二人组 这部剧也是造梗无处 小的时候总以为他们是一群 天真又傻气的孩子 长大后才发现 原来是我小的时候没看懂 而且他们三个小朋友 对沙马特的歌曲 也有着自己的了解 流行为了模仿表姑的穿衣风格 她带着小雨 亲自设计了一款漏奇装 我们改的还可以吧 加油儿女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欢乐了 不过在2024年的上半年 夏东海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 真的让我好担心啊 您老可别把这部剧给搞下架了 我想有个女朋友 送给你一朵玫瑰花边 最后压轴出场第十位 亮剑 亮剑这部剧 作为为数不多 在熟悉党重播次数 接近西游记的存在 可以算是很多8090 以及00后最爱的战争影视剧了 谁还不知道李云龙这个角色呢 开跑 开跑 这部剧讲述的是李云龙担任独立团团长 参加抗战的故事 这部剧的场景拍摄真实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惨酷 而这部剧能够爆火 那还得靠暴躁的男主角李云龙 他在剧中真的是造梗之王 李云龙不仅会造梗 还是个暴脾气 很会骂人 简直就是我们观众们的嘴涕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没打上仗 骂政委的那一段 简直就是无情的嘴炮机器 不光是老李 剧中其他的配角 也让我们印象深刻 特别是王有慎被打脸的委屈画面 后来李云龙帮他报仇 他又变了一副得意的模样 亮剑这部剧中 还有很多高燃的战争场面 最出名的还要数攻打平安县城 因为县城里的老百姓 遭到鬼子们的屠杀 被惊怒了李云龙 都没有报告上集 直接带领他的手下去报仇了 为赵家瑜牺牲的乡亲们 报仇 报仇 即使这部剧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但是在电视上扫到这部剧的时候 我还是会忍不住的再重问一下 你他娘子意大利炮的 给我拉下来 好了 今天的盘点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这些剧当年在暑假 你是不是也追过呢 当然除了这十部剧 童年的暑期等 还有非常多的优秀作品 要补充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 如果这个暑假 你也没有什么好剧可以追的话 那不如就再重问一下老剧咯 我要你天天喊我的名字 最后记得小伙伴记得点个赞赞 二十年快离和弹指腿间 文杰撒花 最后归求各位安娜达 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子说定 你在油管的唯一赵号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